而传艺中心民意街为了明年贺岁电影大稻城的拍摄封闭一个月,今天重新开放。 传统老街多了手绘的大型复古招牌,呈现出1920年代的风情,吸引了许多游客来拍照留念。 为了明年贺岁电影大稻城封闭一个月的传统艺术中心民意街,今天重新开放。 而传统艺术老街多了手绘的大型复古招牌,吸引不少民众拍照留念。 而传统艺术中心表示,电影大稻城是以郭雪狐所画的南街音阵为主要构想,让传艺老街呈现出1920年代的风情。 现在10月3号我们重新启动这个明义街,因为这个明义街呢,现在也是因为电影拍摄的关系,挂上了很多手绘的复古招牌。 那这个招牌其实也是有根据的,它是根据郭雪狐画师的南街音阵这幅图来。 那在这个招牌呢,让民众更能够接近1920这个旧时代。 那这些招牌我们也都会一直放到明年,让这个电影上映以后,民众如果想要来朝圣都可以过来这里。 另外为了庆祝民意街,重新开放传统艺术中心,今天特别安排了复古服装的走秀活动。 并且开放民众票选传艺最佳妇科造型的人气店家,时间到10月底为止。 那10月份这段时间呢,我们特别举办了最佳妇科造型的走秀。 那这个走秀呢,也就是说今天10月3号,我们先颁发一个园区票选最佳造型奖。 那另外呢,民众都可以参加网路上跟现场的投票。 那有抽奖跟打卡送两种活动,那各店家他们都会准备自己店家特色的小礼物给大家。 电影《大稻辰》预计明年春节上映,传统艺术中心为了让民众有机会来到电影场景朝圣,将会保留这些副古招牌到明年,带领大家来感受1920年代的大稻辰。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导。